我知道你怎樣怎樣怎樣 他已經是這樣子了 你是一個小記者 他也來主張 你是誰誰誰 我知道你怎樣怎樣怎樣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開的是蓮花跑車 他那時候在T台裡面 相關的長官非常非常欣賞他 甚至還有其他所謂愛慕 所以不知道 就一般人世俗的眼光 看到他學歷也有 經歷也有 家事又好 家事又好 因為他把台塑的重要的一個 高級的幕僚長相關的官員 下來的 所以所有的好 就漂漂亮亮的 什麼都不缺 而且他人耐死 他不會覺得說你頑固子弟 或是你什麼都漂亮 什麼都好 然後高高在上端個架子 通通都沒有 他完全主動積極幫助 所有人身 你覺得應該要有的美德 在他身上都有 所以你剛剛念那個什麼 黃色綠色 他給人的都有黃色跟綠色 結果他自己沒有得到 他自己感覺不夠 我補充一下 就是金燈姐看到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史哲瑋 但是他自己看到的是什麼 就像剛才洪惟哥問我 為什麼我會寫說 我去看我的兒子在唱 爸爸牽水鼓的時候 我的感想是 我們今天如果不是做這個工作 我們只是去種田 當然你也會擔心老天爺 紅胎什麼 可是那種夏田耕作的那種 簡單 你賺不夠 不過你的生活就容易滿足 也不會有聽過有種田的人 有什麼憂鬱症 或是什麼其他現代的疾病 真的現代人工作太忙碌 時間太長 新聞工作都時間很長 爸爸牽水鼓就是 這也是牽水鼓出禮禮 保持後就回來了 有這首歌 回來了後就和家的人做會 我等一下放眼看 我兒子前幾天在學校老師教唱 那我也去看 看他在台上 就台語什麼 在那邊唱唱跳跳 我那時候的感想 那就5月14號而已嘛 就前幾天而已 對 所以我也有這樣的感想 所以你的感受是什麼 對 我的感受就是 有時候要學習放下 不管是工作職位 或者是你所在乎 像你看他睡不好 我們不是他的親人 你就不會知道他睡不好 他不想讓你知道 他到公司的時候 就是一樣八面零樓 可是回到家 一個人在的時候 有的時候甚至連太太都不知道 那他太太還是知道的嘛 那他就醫 親友也不知道 他自己知道 所以他認為 他離開 他自己以外的時間 都是performance 我覺得這樣很累 很累 很累 就像我們今天下個節目 我跟宏怡哥免費 我們也會談家裡 我小孩事情 可是如果連下個節目 我都不跟你們講這些 那又是另外一層 我永遠都在跟自己奮鬥 而別人看他已經是100分 可是他說沒有 我只有98 那兩分就要了他的命 我跟你講有時候 這個 有時候是長期累積 有時候是重大事件 那我自己也經歷過去年 那個非常困難 我這邊提供一個 就是說 我當時是覺得 我不要去看醫生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耶 我一定可以的 對不對 不是台北僑王嗎 我一定可以把自己僑好的 第一個 你不要太自信這件事情 這個一定要認識自己的不足 這個承認自己軟弱 這件事情 對很多性格很tough的人來講 就是第一個關卡了 OK 所以當時我的好朋友 也是你認識的 Michael他就跟我說 美音姐你要看醫生 他說 我說我不想看醫生 開始要吃一堆 微微的藥這樣子 然後他說不是 你感冒要不要看醫生 我說當然要看醫生 他說你情緒感冒了 你就把他當成你情緒感冒了 你要去看醫生 所以呢 我的好朋友Michael 我說現在 真的還是非常謝謝Michael 然後呢 這個就 就幫我介紹了一個醫生 結果醫生呢 那我又不想去醫院看 所以他就真的是特別在一個辦公室 然後跟我看 然後呢 我跟你講 他的話比他的藥還有效 嗯 他講了一個什麼 他就說 我就跟他講我當時的狀況啊 我不能睡啊 然後那種 那種 我跟你講就是 不要講看夕陽會哭 看太陽都哭 為什麼 怎麼又是一天開始 這天要怎麼辦 一堆狗仔要追我 我要怎麼辦這樣子 嘿 所以他那時候 就跟我聊完之後呢 他就說 他說你的 我就說我哪裡 我為什麼會這麼不舒服 我覺得沒有那麼難 這樣的事情 我以前也幫人家處理 為什麼到我自己這麼難這樣子 然後他說 嗯 你做事節奏明快嘛 我說對啊 他說你事事尋求圓滿嘛 我說對啊 你積極努力嘛 是啊 是啊 我還說李醫師 對不起 他名字講出來了 台大李醫師 我說 李醫師 這不是 大家都 對 都應該這樣 都應該要有的 對 性格嗎 他說對啊 這是很好的性格 但我們的專業名詞 這叫強迫症性格 凡事情不按照你的節奏 別人可以過 我們經常人生遇到很多事情 都不按照你的節奏 可是對你這種強迫的性格 性格的人來講 你 你就是非常的 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 然後覺得 一定要把它喬到可以 要求完美 對 然後 我不覺得我要求完美 但是別人看你是啊 可是我覺得 事情 應該這樣做 對 沒有這樣做 我就會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他說你這強迫性格 我說 原來我以為的 應該 應該的美好的這些性格 不正常 不見得正常 不見得正常 哇 那個是 就真的是把我撞到一個 然後就 你這樣子的話 好像我這樣想想我也有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 不對 這樣子 第一個 我們跟自己過不去 跟我們相處的人 也很痛苦 因為每個人的節奏不一樣 後來我就跟我之前的一個制作人 我說 他說我有強迫症性格 事情不照我的節奏 他說 因為你太順了 我們出事會就從來沒有照我們的節奏過 所以我們就是忍耐調整季局去適應 你就硬把別人扭到適合你的節奏 我說我有這樣嗎 真的有耶 我真的不好意思說 真的嗎 不小心說出來了真是的 沒有所以也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去認識 我們就會一直在裡面 沒錯 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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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前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各位 第一個 我不管 尤其是人生勝利主 他一定覺得他都可以 這絕對要看一新 第一個 第一個承認自己不行這件事情 真的沒有那麼可恥 對 沒有錯 這叫做正常 這才叫正常 每人舉自己的例子非常的好 先生說法 其實 我跟你講我不知道有時候的事情 我覺得做節目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告訴 怎麼安慰有這樣困難的人 你只要把自己的傷口 打扒開來給他 這是會傷到 這個有傷過 有扒在這裡 但是會好 我們希望這裡會好 對不對 要不然你看 如果我今天死了 聽你們在那邊講 我怎麼死的 我真的嘔死了 對 沒錯 事實上有時候是撐死的 你再call in吧 對 美人 我們日視美人跟洪瑜 一二十年來 十幾年前曾經發生過 是過去的雲美人士 曾經有一次我當來賓的時候 為了腳本上面一個企劃的 不要講那麼多 交錢延伸 自寫美好 沒有寫對對不對 罵了那個企劃 那個企劃後來去哭 可是這個傢伙罵完以後 節目完了以後就問人家 你怎麼在哭 誰欺負你 告訴我 然後你是他媽的 我幫你討公道 他就是這樣的人 其實你是求好心界 求好心界 你看 求好心界 但是問題是 其實我哭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幫助 但有時候你不知道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當時因為是交通文跟 他個性就是這樣 他個性他沒有惡意 不過我們緩回來講史哲偉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認識的史哲偉 是印象中的史哲偉 我這幾個月看到的史哲偉 是他現在的史哲偉 因為他如果不是狀況不好 他不會請假三天 而且事實上你看他的父親 他又是家中的獨子 然後環境又不錯 住仁愛路 他的一切看起來都很順遂 年薪也超過200萬以上 他其實是在 我們感覺好像他的家世背景 婚姻他跟他太太也很好 太太很漂亮 也很能幹 然後沒有孩子 結婚18 他幾乎是 他從進新聞界的隔年就結婚了 夫妻婚姻都很好 然後朋友在發生這個事情之前 聽說還參加了一個化妝爬 可是他不快樂 你可以從一些地方看得出來 夫妻感情太好 有時候你也必須要了解其中的 等於說小心 為什麼 他太太之前結婚以後 就沒有再參加 等於說好像就是沒有工作 有一段時間 後來是這兩年才擔任 這個公關經理的職務 史澤威曾經有一點 小小的抱怨跟朋友 以前是大家就是我下班 或者什麼就在一起 現在每天只剩下一個小時 可以溝通 就是可以跟你聊天 因為工作錯開 對 你再加上說 我感覺上 我這樣的感覺 我雖然沒有跟他這個身家 但是有時候旁觀者輕 反正反而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有時候看他那個樣子 我記得我每次 因為我太太也已經到化妝間 跟他聊過天幹什麼 我們都覺得他不快樂 而且他不快樂顯然來自於 很多部分 比如說你看他壓力大到睡不著 然後工作壓力大 他是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 他的工作壓力真的 其實我們工作壓力都算大 都非常大 其實有這個 因為王者一來者有可追 就是其他在電視機前的朋友們 你周遭位朋友 你覺得他是人生勝利主的人 其實搞不好要多多的 更多的一個觀賞 可是因為他是人生勝利主 我們覺得他一定是沒事 對 還有如果你是被認為 是人生勝利主的人 其實你有過不去的時候 你真的要求救 不能夠靠自己 我覺得那個是不夠的啦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剛剛講的 人生遇到重大壓力 重大事件 重大創傷的時候 情緒經常會也沒有辦法控制 那我想 因為今天這個蔡先生 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目前在越南的這些台商 現在有很多人回來了 我聽到那個廠房 不是搶光 廠房把你燒掉 你說對這些便手之族 閉路藍旅 這樣子的在異鄉打拚的 這些台商來講 他有可能一四人就是 這道就不去了 所謂的人生勝利主 遇到這樣的重大創傷怎麼辦 到底現在情況有多嚴重 你先跟我們講 他的事件發生的地區 在什麼地方好不好 我這裡有一個地方 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台灣是把這個 有人講做排法 事實上來講 在我來釘裡面 它是一個緩中 緩中 台灣人可以送到紅台北 我們可以送到紅台北 那主要來講 台商在越南 最重要是在 胡志明是這一帶 胡志明 然後在 這不是他們的政府 所在地嗎 南越 這個是 南越嘛 首都是在河內 河內才是首都 河內是首都 可是這邊也是他的這個 以前叫西貢 最重要的 應該很多的駐軍 駐警 那這樣就是說 這邊是主要的商業行為 商業都在 工業都在南部這邊 那北部就是那個 政治中心 那這一帶來講呢 這一次的這個整個的 這個暴動的發生 我們事實上 因為剛開始 就13號來講 就只有兩三百個 三五百個人 那越南很正常啊 越南 他們很喜歡提足球 越南人足球提升 公共電話還倒楣 提輸公共電話還倒楣 這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他們最大的暴動 就是破壞公共電話 再過去 那這個來講 一開始只有三四百個人 結果到13號 到13號下午晚上7點一下子 就是 激起到一萬多個人 這怎麼扣呢 他們都手機扣了 我想這一次來講 還是用手機這個網路 微視部可這個都用 那再來越南 其實越南也有動作 可是越南的公安人數太少 因為那時候來講 越南國安局 他們公安局 他們的公安局局長 就是我們的國安局嘛 其實他本身都在作證 他本身在作證 然後問題是警力太少 結果反應來不及 他是共產國家耶 蔡先生 越南 當有機會大家到越南去 你會發現他真的不像共產國家 你都怕自問主義了 他怕特別的自信 因為我2003年去越南採訪 就是去做一個參訪團 我們整車從頭到尾都有一個越南的 越共在車上的盯著我們 一定 陪同我們 現在不一樣了 越南在2005年加入WTO以後 那是大大的轉變 大大的轉變 所以剛剛提到說 這次的暴動裡面 其實單獨是中國跟 越南這個南海的這個 越南叫東海嘛 這個問題之外呢 其實越南這幾年的經濟也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然後通膨也很嚴重 接到越南去一個便當 五六十塊台幣 他們收入這麼低 五六十塊台幣 五六十塊台幣 菜色怎麼樣 菜色啊 沒有我們的豐富 還要五六十塊 那他怎麼消費得起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然後 你一個工人一個月才會賺多少 現在來說 差不多我們台商的薪水 應該差不多200多美金有 200多美金有差不多六千塊 那比當地其他人的工資 那越南政府的工資 基本工資才一百多塊錢 一百粗而已 一百多美金 你說他們平均借差不多六七千塊 但是你一個便當就要六十塊了 對 因為他一天才賺兩百塊而已 因為他一天賺到才賺三個便當而已 所以他現在出國的時候賺不到錢 不是 他賺到也 台商給他的就業機會 也比他在越南的其他的就業機會 算出來好一點嘛 好了快兩倍多 那這裡面 應該有公吃公住吧 台商的話沒有 現在慢慢沒有了 慢慢沒有了 因為吃會有安全問題 衛生問題 住總統管理的問題 所以台商盡量就是用補助 補助 我就給你錢嘛 那他們很喜歡加班